那个瓦斯分装厂那个岔路再转上去之后 就突然突然看到那个闪电打到那个电线杆 然后整个就是冒出火花 好这是南投的一位林小姐在回家路上 在往大庄村的方向 经过一个瓦斯分装厂的岔路弯道前 突然的闪电直接命中路边的一根电线杆 造成电箱火光四射 那么林小姐说当天是26号下着大雨 视线不太好 人生的第一次直击闪电落在眼前 把它吓坏了 好当下闪电也造成附近十多户停电十多分钟 那么设备没有损失太大 大约十分钟过后就迅速完成复电